在公式裡面名稱管理員就可以看到一個叫班別的 它對應到的範圍就在這裡 這個可能要稍微檢查一下 如果有錯的話,後面你的練習就會出錯 那再來的話,最後一題 這個第104比較簡單 它要做什麼部分的 它這個地方第三題是開課期別工作表 上課人數欄位 F2到F28 要使用什麼呢? 使用COUNIF 函數 去 與剛剛那個班別的範圍名稱 去做一個計算 開課期別工作表 我們來看一下開課期別工作表 在哪裡? 開課期別 在這裡 上課人數 那它要統計什麼呢? 統計就是說 到底那個 這個班別 這個 網頁 製作班到底有幾個人上課 那我怎麼知道有多少人上課 基本上的話呢 他們上課 的人數 班別在這裡 這個是班別 那我要統計的代號在這裡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要去算說到底 那個 人數 要去計算班別 的範圍名稱 公司這個地方 他有提供給我們 我看一下 計算公司的結果 如下 也就是說 網頁製作班 要顯示7個人 底下13個人 我怎麼要17個人 或13個人 那實際上 當然以前 如果你不會用康義這個函數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怎麼去 去算 這個 班別在哪 班別在這裡 這個是他的班別 所以也就是說 只要是 哪個名稱呢 名稱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對應關係 所以這一題相對的 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找到 他的這個 這個名稱 總數Total幾個 所以這邊的話 使用的函數第一個 游標先切到開課期別 然後點選那個 上課人數 再按插入函數 找到有一個函數 叫統計 統計的話 這題比較麻煩一點 他必須用一個函數叫conif 所以你找到統計類裡面的conif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統計類裡面的conif 我們可以算幾個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range 範圍在哪裡 哪個範圍 剛剛我們有定義的名稱 叫做班別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你可以打兩個字叫班別 或者你按快速鍵 F3 你按F3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剛剛我們定義好這個名稱 會跳出來 特別注意 按的快速鍵叫F3 F3 他會跳這個 你用選的就好了 OK 你不要按錯了 F3 如果你記不起 F3這個快速鍵的話 當然你打班別兩個字也可以 OK 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出現有個清單 這個清單裡面就放裡面的相關的什麼 班級代號 他會幫我算 如果 我要算什麼 班級代號 所以這個地方 點這邊一下 他會跳到 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 第二個條件是 第二個是criteria criteria是條件 什麼條件 意思說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這個 一樣 找班級代號 也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 你找班級代號之後 它底下會出現7個 也就是說 網頁製作班 總共有 7個 就是 選客人數有7個 按確定 OK 我們 向下填滿 那基本上這一題就完成了 向下填滿 有13個選修 那以前你要怎麼算 以前你可能就是這樣 把C104 C104這裡面有總共有幾個 當然你不是說傻傻的 一個一個慢慢選 C104一個 C104兩個 C104三個 那當然 算下來總共有7個 可是如果你用人工來算 那不知道要算多久 而且還很容易算錯 如果你用康義服來做的話 基本上馬上就統計出來了 所以特別之外這個地方康義服還非常好用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裡面的參數記得 第一個 班別 你可以按F3 它會跳出這個名稱出來 然後 Kriteria部分的話 條件 B2 按確定就可以 當然 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你就把它存檔 今天的這個存檔 你就把它另存新檔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就存成什麼 我之前也講過 104A 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完成這一集的練習 儲存 畫面給各位試一下 東西 ın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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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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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